以刚毅的基出深深清晰的法音 为万人玉佛具浮原掀开序幕 演奏者不是专业的鼓队 而是各自业体的同仁 这次有安排在大法鼓 最重要是在我们的玉佛大典的会场 是一个非常广阔空大的室内体育馆 要衔接观众跟我们的玉佛菩萨 中间有一个跑道 感觉一种空的感觉 我们就用大法鼓衔接了两个 这两个之间就让我们感觉说 在敲击这个大法鼓的时候 就那种法在心跟鼓之间 有一种的流动,一种的洗涤 他们都是第一次学习打鼓 下班后大家把握分秒努力练习 即使节拍难记 念到手掌齐检 也没有半途放弃 有一次就是真的很挫折 因为大家都已经上轨道了 就只有我还很慢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也是有点想要退出 可是后来回去之后 我就想我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要放弃又有点不舍 所以我就去抽金石雨 结果抽到他去金石雨 其实解释人人本具菩萨的慈悲心 也有菩萨同等的精神和力量 就因为这句金石雨就给了我力量 所以我就继续 来自不同年龄阶层的他们 在练习过程中难免参差不齐 但大家扎闻马步 态度认真 像每次因为我六点半我才到这边 我到慈悸 然后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到 咚咚咚咚咚 就听到鼓声 就是说他们是很努力地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不错啊 这个精神是有宅 用心就是专业 大家把握每一次练习的机会 希望观众跟着一起录金账 用心体会法骨精神 大爱新闻黄晏碧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